有一對六十幾歲的夫妻 他們移民定居在美國 已經長達三十年 而在上禮拜的時候 禮拜五 禮拜六 以前 以後相隔一天 他們回到台灣 一回到台灣 馬上就確診了 他們有台灣國籍 沒有健保 但是因為我們有防疫的特別條例 所以他們的隔離費用 治療費用 大筆的金額全部都是 用我們的納稅錢 都是全民買單 錢是一回事 競品 現在大家更關心的 他們回來的過程相當的曲折 他們回來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超乎常識的事情 他們到底有沒有隱瞞 有沒有害到同班機的機組員 還有其他乘客 對 現在這個跟他 尤其是案393 同班機的大部分機組員跟乘客 可能都要穿這一彈了 而且現在根據這個中央防疫指揮中心公佈 現在至少有12個機組人員 還有7名在前後排跟這個393 這個在同一班班機的乘客 大概這些人全部都要居家隔離14天 後續還要再不斷的這個採檢 我是認為說是不是要整個班機 都要比照上次我們曾經報導過的 曾經有整個班機有11個人確診 這樣一個狀況 是不是全部都要做一個採檢 如果說他這個夫妻 因為他先生先確診 這個時間表來看的話 他先生是384案例 他先生是4月10號入境 在11號確診 他在11號的時候入境 他在搭飛機的過程當中說 他先生確診了 可是因為在他搭飛機之前 他先生還沒有確診 所以就沒有通報 也沒有把他註記 所以他搭飛機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一般搭飛機 這個人有接觸史的話 他的前兩排 後兩排是空的 跟人保持一個社交距離 可是因為沒有註記 搞得他其實應該已經有病毒了 因為他一下來就確診了 他早在這個3月29號的時候 就已經咳嗽了 這麼早之前就已經有症狀了 等於說他搭飛機的時候 病毒量就已經相當驚人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跟他搭飛機的人 因為他們沒有保持 前兩排 後兩排是空的 所以同一班飛機 附近的乘客 還有包括機組人員 現在就陷在風險當中 邀宗宏理的質疑 的確講到重點 尤其是案384跟案393 先後確診 但是當時知不知道他們是夫妻 雖然家屬 包括案393在內 都一直說 他們兩個不算是親密接觸者 但是他們兩個畢竟是夫妻 因為他們為什麼會持這個論點 包括家屬跟這個393都說 他們兩夫妻 從2月29號之後 就沒有再碰過面了 但是這個在2月29號之後 你看兩個人 其實都先後出現了這個症狀 好 就算他們兩個不是親密接觸者 但是你在註記上 可以讓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多一點時間準備 當這個案384也就是他老公先回來 回到台灣之後 本來家屬通報中央防疫指揮中心說 他老婆案393也要回來了 本來說4月10號也會要 那防疫指揮中心就很緊張 趕快要去做一個註記 然後又告訴這個防疫指揮中心說 4月10號的班機 因為因故臨時取消了 所以改到4月11號入境 那4月11號入境 雖然晚了一天 可是導致防疫中心要通知外交單位 移民署去註記說 這個393要入境的時候 註記他們的身分 他是他老婆 然後有可能也要需要採檢等等 也都來不及 以至於剛剛藥州 你說的在航空中心上面的 什麼座位隔離 做什麼樣都來不及了 但是等到他上飛機起飛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在太平洋上空了 知道他的狀況 所以防疫的這個小組人員 當飛機一落地的時候 跑到了這個機場 開特別的通道 然後趕快用最快的方式隔離這個大家 但是還有一個點 大家知不知道 剛剛你也有提到 他老婆3月29號就咳嗽有痰了 4月1號說他腹瀉 然後說他是喝牛奶 就會有這種狀況 那這個老公治療癌症狀也很明顯的 但問題是這個兩個人 先後3294月1號 4月3號都出現有症狀 尤其是案393 有沒有告訴這個 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還有有沒有告訴航空公司 有沒有讓班機上 所有空中跟地面的機組人員都知道 肯定沒有 否則剛剛你講的那個安全距離 可能沒有保持 然後把這個離開 或者是能夠保持一定的安全的範圍 可能都沒有做到 所以以至於你看 這個同班機回來 這些旅客是不是都會擔心自己的安危 再來有一點 他們剛說2月29號的時候 從這一天之後就沒再見面 那2月29號他們是做什麼 他跟他老公384 393 兩個人曾經跟這個 美國的一個友人 曾經這個一起吃飯碰面過 他說美國有一個友人確診 然後他們夫妻倆先後跟這個人接觸過 我覺得整個過程 包括他們接觸的方式 他們搭飛機的過程 確診的時間 聽起來滿一個環節 聽起來都是問號 對啊 所以我可以 我自己從這個聽 他們兩夫妻自訴來研判 他們兩個人跟那個美國的確診的 友人一起接觸 那是不是兩個人 他們的確診來源就是那個美國友人 可見美國現在疫情很嚴重 光是一個紐約州 他的確診人數跟死亡的這個病例 都已經超過世界上其他的一個國家了 這個疑問前提是夫妻倆是據實以報 但是有沒有據實以報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問號 另外一個關鍵點 就是錢的問題 說每一個確診者 現在社會成本是210萬 這是公預算 所以這兩個夫妻 他們的治療費用 就高達了420萬 那像他們這樣的狀況 大概現在統計大概有13個人 所以光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有風險 有沒有隱瞞 長期都定居在海外的 現在突然回到台灣 要用我們的資源 總共至少就用了2700多萬 蘇貞昌有幫他們講話 說希望大家不要計較 難免會不平 但畢竟是台灣人 所以希望現在這個國人 對他們來講 因為是人之場景 請大家就盡量不要計較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 剛剛靜頻有特別講到 美國現在疫情真的很慘重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有些地方的畫面 非常驚悚 這是哪裡 這早之前的時候就看到 美國很多地方 他們屍體太多了 屍滿為患 但是底特金的照片 讓人家非常非常驚慨 這是在哪裡 因為他們之前太平間都不夠用了 所以現在他們用了很多 冷藏的貨物櫃 冷藏貨物櫃之前 一開始排兩排 大概十幾隻的屍體 這個是貨物櫃打開之後 後來就是因為不夠用 所以他們用架子架起來 架了三層 三層又不夠用 連中間的走道都一起架 中間還不夠用 繼續的堆疊在上面 讓人家覺得有點不聲唏嘘的 藍色這個小袋子是什麼 是他們的私人物品 為什麼私人物品要跟 私袋放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家人 沒有辦法來認屍 他們沒有親人來接屍 所以這整塊包括私袋 還有包括私人物品 是放在一起 另外一張照片看起來 彷彿像是金手電影一樣 是在這一個房間裡面 床一般人睡覺的地方 還有包括沙發上面 居然連這裡都擺了屍體 他們已經沒有地方擺了 所以連醫院裡面 讓人家睡覺的地方 讓人家坐的地方 全部都放了屍體 這是更早之前 我原本講的 已經隔了三層 原本還擺放的非常有秩序 這是在紐約的醫院裡面 但是現在在底特金裡面 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驚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在美國狀況 其實風險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個紐約裡面 朱大虎現在要請教一下 現在在美國狀況 美國全美的確診 昨天是55萬 現在是58萬 死亡已經有2萬3了 所以包括我們剛剛講到 屍體很多 他們現在有一個特種部隊 專門在收屍體的 這個部隊反而非常神祕 這次因為他們當地的 殯葬業崩潰了 他們就屍體太多了 所以民間的業者 他已經崩潰 跑掉了 他已經停擺了 不想收了 但是家裡面還有很多屍體 所以這個特種部隊 他就觸動了 我們先講 紐約事先的基礎服務 我們面對的壓力 非常非常大 你先看到NYPD 就是紐約金融的 紐約最厲害的這些警察 他們現在遇到的狀況 有將近16%的人 感染新冠肺炎 6743名警察確診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知道 CNA有訪問當地的 救護車的隨車救護隊員 他直接講 天天都是911 我每天處理的狀況 都跟911一樣 所以美軍剛好有一個部隊 3月的時候 正要前往紐約做訓練 這個部隊很特別 他原先常駐泥加拉瓜瀑布 他是隸屬於美國陸軍的 一個特殊聯隊 他們的工作是在暫時尋找屍體 並且把屍體運回來 這個部隊原來平常根本是用不到 收屍體不過就是一般的工作 為什麼要特別的部隊來做 第一個 這個很複雜 他們原先經常 他們本來3月去紐約 要做的演練是化學戰的演練 當化學戰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樣穿著全套防護服 然後把屍體收了 編號他在哪裡 然後他的身邊 有沒有什麼個人物資 然後把分門別類放好 方便之後人們來認屍 可這個特種部隊 現在進到紐約之後 一天要做兩班工作 12小時 12小時一班 兩個特種部隊 配上一個紐約驗屍官 因為現在的狀況已經嚴重到 第一個 警察大量染疫 第二個 連這個基礎 醫療服務人都不夠 他們要做很多的工作是 去公寓把屍體搬出來 他們直接描述 受訪的時候講說 我們要從他們的床上 我們要從椅子上 讓他們跟至愛的人分離 我們把他封到屍袋裡面之後 要沿著樓梯 掰上百磅的屍體下來 我們都覺得很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中間還要 他們還要支援當地的 傷葬官做什麼 如果因為這個病情 而覺得壓力很大 清身 他們還要去清那個屍體 所以他等於全面性的接管 整個紐約的傷葬服務的時候 對紐約來講 他們現在看到的狀況 是前所未有 從來沒有比這個更嚴重 他們沒想到 紐約是世界的中心 現在也變成 新一波新冠肺炎的中心 所以現在連維持秩序的警察 他們確診人數也來到新的高峰 是 警察已經到了16% 就6700多人 上一次我們提到的螺絲符號 現在已經到了580餘人 他們原本是船上5000多個人 所以現在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一成到600 而且中間還有一名死亡 一名死亡 他們有沒有預估說 死亡率可能多少 我跟你講 衣冠預估大概全艦會有超過 就基本上可能有20%以上 甚至死亡人數 都要超過現在的 你所預想的人數很多倍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西太平洋跟南海 的確出現空虛 但更糟糕的是 美國本土也出現狀況 美國本土的農業 現在出現一個狀況 沒人耕種 你說耕種 好了 玉米熟了要採收 誰採收 所以這些東西沒辦法採收之外 還有更麻煩的 他們的勞力密集產業 就是養豬就自動化 有沒有 就讓你在這個 豬圈裡面 阿姨是養很多豬 可是問題是屠宰包裝 跟打包運送要人 他們有這個最重要 大概占了全美13%左右的 屠宰場全體染疫 他有300多個員工染疫 然後被迫關閉 那他直接這樣講 我們這種規模的屠宰場 如果一旦封閉 一旦隔離的話 你要讓貨架上裝滿的肉 全美的貨架 都絕對做不到 不可能 可是偏偏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失業的 勤領人數大幅增加 所以你要勤領失業 要有錢對不對 結果你去超市發現貨架空空 那怎麼辦 你現在看到這畫面 不是開玩笑 他們在排隊要領食物 這個看不到鏡頭 因為他們開車去 要領這個食物銀行 跟當地的救濟單位 發送食物的時候 都像得來樹一樣 就drive through 他們有好幾個帳篷 經過就發 經過就發 可是因為太多人來領了 所以你看像這個畫面就是 他們一個一個給 一個一個給 又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可是好像高速公共的 交流道收費站一樣分流 開到這個購物中心之後 大家再分好幾道牌 可是因為太多人來 多到洛杉磯已經算是 很有錢的都市了 但是大家來領這些食物救濟 竟然長到 他們說保守估計 至少排兩個小時以上 更別提你車開來了 就卡在車陣裡面 根本走都走不開的時候 現在的狀況導致他們美國 就是在東岸六個州說 這樣不行 我們要趕快想辦法 重啟我們的經濟 要讓我們的商店 我們的學校慢慢開始再運作 就大家剛剛講說 這個得來書的形容的方式 就是東西 後車箱打開的話 東西馬上放上去 人就走 這樣幾乎大概 只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居然還要排隊兩個小時 所以這個隊伍真的是非常的長 老師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現在美國狀況這麼嚴峻 川普告訴大家 他說這個五月可不可以重啟經濟 是他這輩子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決定 他講得非常的浪漫 為什麼是他有史以來 最大的決定 是因為說這樣的決定 會衝擊疫情 還是衝擊他的選情 我想兩個 兩者都很重要 因為疫情繼續延燒 而且擴大的話 對他選情有不利的影響 那麼假如他不能說 天天為了選舉 所以他每天開白宮記得會 每一場開90分鐘 所以他的話題很多 主要是隨時自己 他的支持度有飆升嗎 支持度現在還是還不錯 但是民意支持度超過拜登 民主黨的拜登 但是他的這個受歡迎程度 卻超過拜登 而且拜登現在遭到邊緣化 因為全部都是每天都他的計程會 他計程會都罵西 先罵中國病毒 後來罵譚德塞 WHO的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那麼結果現在他民意 他甩鍋 甩鍋就把自己責任減輕了 減輕之後這是他第一個成功的地方 所以他的這個美國對中國的 不好感度增加了 差不多直追天安門事變 百分之六十一 是對中國倒是沒有好感的 另外全球對中國倒是不好感 也支持 也增加了 所以說顯示出美國的這個媒體戰 他是打贏了 另外他這個疫情 當然還要看疫情將來怎麼延燒 假如說四月底就結束五月初 就能夠開始啟動經濟活動的話 那川普民調還應該維持還不錯 那麼年底也有勝算 因為民調的支持率高 是會反映在普選票上面 但是假如他能夠得到一些 關鍵州的或搖擺州的支持的話 那他仍然有勝算 就跟2016年一樣 黑拉瑞在普選票超過他 但是卷幾人團票輸給他 所以這個情況不是不可能的 但他現在就是為了他的政權保衛戰 那麼就跟習近平一樣 習近平也是在甩鍋 把自己的責任減輕 把責任推給對方 那麼美國現在他復工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他必須要為自己的選舉打拼 第二個他必須要為美國的 疫後疫期的經濟開始著想 因為美國不可能說 等到疫期完全結束才開始恢復正常 所以他現在就要開始慢慢復工 復工不可能馬上就能夠無縫接軌 很多產業不可能跟著一起來拼拼 有些而且產業老闆也可能要負責 這個員工假如因為復工而難易的話 那麼按照美國的規定 老闆要負起很多責任 所以說很多老闆不見得敢輕易的復工 但是川普又要求他們在5月 一定要開始復工 否則美國經濟龍頭的地位 可能會受到威脅 雖然不至於說是立刻就崩盤 有人說現在的疫情的情況 嚴重性直追2008年金融海嘯 我認為其實不止 以思維力來看 現在雖然還沒到大蕭條的時期 但是已經快接近 假如到達現在是160萬 假如到達300萬的話 那就是大蕭條的時期 那麼現在來看 160萬已經是很嚴重的 已經超過了10%以上 老師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 他們在全球的部署 慢慢的有一些變化 敏寬 尤其我看到有一個消息 Google他告訴大家 他從洛杉磯有一個海底的纜線 是從洛杉磯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台灣 這一條線美國已經批准了 但是有一個變化 原本香港都是全球金融的重鎮 照理說這一條線 怎麼可能不拉到香港 居然沒有拉到香港 台灣在全球國安上面的 這個戰略位置已經不一樣了嗎 當然這一波 我們可以發現中美之 應該說台灣跟美國之間的一個聯繫 還有美國跟中國之間的一個對立 來到這個地方 目前來看有點越演越烈 目前美國的一個海底電纜 總共拉了多遠 拉了一萬兩千八百七十五公里 從洛杉磯拉過來 直接拉到台灣 可是我們仔細去觀察 下面美國的司法部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批准Google連接美國 至台灣的一段PLCM 並認為啟用美國 直接到整個香港的一個電纜的話 請各位注意下面這句話 很重要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跟美國的執法權 美國現在基本上已經認為 香港沒救了 過去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亞洲金融中心當中 東京 香港 新加坡 這個是全世界金融結算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現在其實所謂的全方位的一個對立 是包山包海的 我們今天看到了這個海底電纜當中 表面上看的是臉書跟Google 各位不要忘了 海底電纜暗地裡面傳什麼 暗地裡面也有金流 各銀行之間所有的金融的一個往來 各位去想 現在還有現金在傳嗎 沒有 全部都是數位的一個金錢 還有什麼 機密的一個資料 還有國防的一個互通 我們這當中看到的 海底電纜的過程當中 請各位不要忘了 最近中共在幹嘛 中共軍機在繞台 中共什麼 中共的遼寧號 也在宮古島跟整個台灣之間 走來走去 美國現在太平洋形成 所謂的全力真空 各位不要忘了 現在我們跟美國 已經通過了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是在外交層次上面 後面還有一道大賽叫做 台灣保護法 這個以後會直接拉到 國防這個層次當中 最近中國方面也在說 如果雙方越走越遠 ECFA這一塊是不是要再談 也就是說我們從這次的 美國海底電纜 近連香港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一點 台灣跟美國目前越走越近 可是越走越近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跟中國中共漸行漸遠 我們從經濟 國防 外交 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發現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要選邊站 但是我們台灣真的能夠放棄 中國大陸嗎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台商 我們有太多的一個經濟 全部都放在那個地方 但是美國海底電纜 近連香港的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間接的又拿到了一個 所謂的資訊上面的一個發言權 所以美鳳 現在這樣的一個布局之後 台灣的這個戰略意義 非常就不一樣了 當然 我們現在再跟各位談一次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我們要把我們的經濟實力 一直仰望上來 為什麼要仰望 美國來到這個地方 可是有沒有發現 這次在整個南北兩邊的航空母艦 全部停擺 特別是空軍基地 也整個染疫之後 他們是出現什麼 電戰機先過來 然後博客級的一個戰艦也過來 甚至於方正快炮在做試打當中 然後整個所謂的一個標準二型飛彈 也在做直接升空 那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除了台積電 除了大力光 各位不要忘了 美國目前在台灣的台中後裏 建了一個全世界最先進的 4000億的一個新的一個廠房 而未來很多美國的高科技 都把研發中心放到台灣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要持續 跟美國漸漸越走越近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中美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就是俄羅斯 普丁他省引了14天 他今天他終於現身了 但是俄羅斯他現在確診人數 卻是越來越多 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普丁在3月31號的時候 跟確診的醫院的院長有接觸 結果他就省引了長達14天 14天的過程當中 他有幾次是用視訊的方式 那今天最新的他隔離期滿了 剛好14天 他又再一次用視訊的方式現身了 但是這一次大家有一點疑惑 因為在4月初的時候 他也有一次視訊 4月初的視訊跟這一次 視訊的領帶居然一模一樣 所以英國還有包括美國 紛紛在猜測 這個普丁是真的普丁嗎 因為之前一直有人講說 普丁是不是就像各 極權國家的領導者一樣 他有隱無者 就像我們在討論 金正恩是不是有隱無者 是一樣道理 但是這一次的 釋出的影片非常特別 請大家仔細看剛剛的畫面 第一個 他從頭到尾都坐著 第二個 他現場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人 因為你知道 我們通常在抓隱無者的時候 用步態分析最準 因為你的臉整形都可以整形到很像 但你走路不可能百分之百像 尤其是普丁 他本身是一個柔道黑帶高手 所以在這整個畫面裡面 非常難以判斷的原因 是因為他就坐在那邊 沒有任何其他的動作 所以你看不出來他怎麼走 你看不出來他怎麼做 你只能說這個臉型 跟我們以前記憶的 似乎有一些不一樣 是不是變瘦了 因為他的確有14天的閉門不出 在接觸到上一次那個醫生之後 所以這一次的狀況 他所做直播裡面 特別強調 他說我們不惜調派 武裝力量協助抗疫 這跟俄羅斯上個禮拜的時候 狀況完全不一樣 你記得上個禮拜的時候 俄羅斯志得意滿 還捐醫療設備給美國 結果這個禮拜後來他就承認了 糟糕我們如果有必要的話 要調派武裝力量協助抗疫 這表示過去14天到底是隔離 還是普丁覺得疫情大爆發 他最好不要出去接觸陌生人群 這個我們實在不太確定 但整體來看俄羅斯這一次的表現 我們先講 另外他旁邊的白俄羅斯共和國 現在被譽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國家 因為白俄羅斯共和國 你知道全球的職業運動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開打 一個是台灣 對我們打職棒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加油群都是假人 但白俄羅斯共和國沒有 他真的踢職業足球 而且總理鼓勵大家 他說我們都喝福特加沒有問題 我們也洗三萬暖沒有問題 所以普丁是不是還需要擔心 他底下的共和國的問題 因為俄軍我們在3月的時候就講 俄軍說我們沒有疫情 這個俄羅斯是最早跟中國斷絕 邊境往來的國家 可是他在3月的時候就宣布 我要蓋16座方艙醫院 不是沒有疫情為什麼要蓋16座 而且更妙的是 武漢都沒有蓋這麼多座 結果二千 所以他該不會蓋好了 是因為有疫情然後蓋牌 其實應該這樣講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 這個正在暗中擴散 所以他這個方艙醫院 就是野戰醫院蓋好了 要到5月才蓋好 那你如果提前3月的時候就蓋 沒那麼多疫情 你幹嘛蓋這麼多這麼大的醫院 所以我們從別的數字來看 因為那邊光是總床位 一千六百個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 俄羅斯的疫情可能比表面上看到 還要嚴重的是 俄羅斯還是有一些航班 飛中國包含了北京 包含上海 一個班機飛北京35人確診 一個飛上海60人確診 我們說從紐約回來11個 我們都已經說他是獨班機了 這個是35個 60個 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等於是一種隨機採檢 你的飛機上登機的人 你一採檢發現有這麼多人 好 那還有別的蛛絲馬跡 莫斯科的醫院 現在也進入了非常緊急的狀態 什麼叫緊急的狀態 因為就一間專搜新冠肺炎 確診的病患 光醫院外面你就看 數一數... 45輛救護車排隊 然後其中一個救護車司機說 我等了15個小時 我才能夠把我的病人送進去 那你想想看 司機應該也滿緊張的 萬一他這個上面是有確診的人的話 而且更嚴重問題 15個小時不吃不喝 不喝不拉不殺 這怎麼辦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要排這麼久的話 表示他的急診部門 跟整個篩選的部門 全部都篩爆了 所以後面你會看到一個 比較像俄羅斯風格的這種暴力風格 因為需要灑大量的消毒液 所以他把米格15戰鬥機的發動機 改裝到這個殘血車 或是吹血車 有一種下雪的國家 就前面要把那個雪吹開來 那你派他出去 有時候吹不夠力 因為原來的那個渦輪引擎沒那麼大 他把戰鬥機的渦輪引擎 裝過來之後 你看一噴出來 整個消毒的水 簡直是漫天飛舞 那用這樣子的模式 免費提供給各地方政府 來做街道消毒 就經過去噴一次全部平坦 因為整個八線大道 大概都噴完了 但因為這個戰鬥民族 有時候沒有那麼容易乖乖聽話 你知道當地的酒精銷售量 增加148% 而且這個不是拿來喝的 所以他們還有一個男子就喝醉 然後掛在15樓的公寓上面 在這個地方掛著 而且掛15分鐘 但結果後來他女朋友打電話去找人救他 救回來之後想說沒有問題了吧 違反居家隔離 因為他離開房子 所以被罰了2萬塊台幣 這有點恐怖 俄羅斯的狀況大家都有目睹 另外一個狀況是大家最疑惑的 就是北韓 北韓始終堅持說他們是零確診 但是零確診的期間 又有700人是居家隔離 所以大家有一個很大疑惑 不過金明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大陸的新華社有個女記者 她到北韓的街頭拍了一個影片 要告訴大家在疫情之下 北韓現在生活一切都如常 不過我們去過北韓 這個採訪的記者都知道 北韓你在採訪的時候 拍什麼樣的場景 拍什麼的畫面 他們旁邊都會有人跟著 要經過他的同意 這樣的呈現出來一切如常的畫面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這個新華社所拍的是 全民都幾乎戴口罩 然後人煙稀少 甚至要排隊量體溫 量額溫 而且進商場 進一些公共建築物場所 幾乎到這麼做 那北韓之前一直宣稱說 他們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 零確診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 都說北韓目前真的沒有確診 只有這個500多個人 需要居家隔離而已 3月17號的時候 還傳出來北韓曾經因為 據說有一個人確診 然後另外兩個人 違反了這個防疫措施 三個人都遭到了這個金正恩 親自下令槍決處置了 但是一直到現在都說 沒有一個確診破功 然後只說那一個可能確診的 就唯一的確診被槍決了 是這樣子嗎 據說當時3月17 18 金正恩已經就下令說 在北韓平朗首都要開始蓋 這個北韓版的方艙醫院 臨時收納一些可能 沒有人心症的這個患者 或怎麼樣有這樣一個 確診的狀況 可是在趕工興建醫院的同時 當時金正恩率領 所有的一群官員 都刻意不戴口罩 然後可是你看最近這幾年 金正恩又開會了 開會的同時 除了官員被發現 有人戴口罩之外 金正恩在會議上 也絕口不再提零確診 這代表什麼 他們不是之前 包括李春基在那裡 都聽到這個 然後就會講說 那北韓怎麼樣零確診 我們又採取了國家級的措施 保護了我們祖國 和所有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可是為什麼在新聞的報導 跟這個金正恩召開 全中央政治局防疫會議上面 沒有再提到零確診三個字 這就有調回了 好 現在就有這個脫北的官員 包括有一個叫做金明 他跟這個美國的一個 北韓人權組織 一個非政府的這個 NGO組織透露 北韓的這個民眾 長期營養不良 而且他說 北韓的醫療體系脆弱 而且不穩定 大家不要想說 北韓好像醫療設備OK 其實他們是據說他的供電供水 一天只能三個小時 這個金明就講說 有可能北韓的這個 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 會比1990年代 他們當時死於大饑荒 超過300多萬人還多 而我剛剛講說 北韓的醫院真的是很誇張 你看他們的醫生 一個月薪水 大概只有45塊 50塊台幣不到 那醫生哪裡來的收入來源 病人如果要去開刀 或看病的話 就去送醫生這個香菸 酒這些禮品 然後這些醫生再去這個 這個黑市上面市場上把它賣掉 就是額外的收入 就有點像收紅包的概念 那如果醫生開的藥 藥局他們也沒像我們有什麼 健保藥局 還到處都是藥局 他們就去黑市上抓藥 所以再加上醫院他的設備 一天24小時 只有三個小時 能夠供電 供水 供養 如果你要開刀 你要治病的話 你幾乎醫生連他的三餐便當錢 還有他的這個暖房開暖期 因為北韓很冷 這些錢你都要病人付 病人哪有那麼多錢 醫生的這個算是高收入 一個月四五十塊台幣 那如果是一般的民眾的話 一個月只有四五塊台幣 是醫生 醫生是他的十倍 所以根本看不起這個病 那按照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當然有一個北韓的這個 以前的一個神經科力醫生 崔正遜 他就講說 按照這種發展的狀況 他說他不 當然不相信北韓是零確診 因為他說SARS的時候 北韓當時也說零確診 但是他看到每天都有人 這樣因為得了SARS而病故 所以這次的這個情形 他說以醫療水準來看 雖然不至於整個崩壞 但是一旦這個疫情 大規模流行起來 北韓的這個醫療體系 根本沒有辦法負擔這些 所有的可能確診的 這個新冠肺炎的狀況 所以你光是看他們這個戴口罩 而且官員還去宣傳說 用鹽巴水就可以消毒 我們還是 四位宣傳什麼酒精 75%的酒精 他們說拿鹽巴水就可以消毒 四位組織從來沒有認可 這樣的說法 可是從官方 包括他們在宣傳說 停戰線周圍的一些居民都說 不要去碰美元的鈔票 也不要去碰來自南韓物品 還有新戰的這個宣傳單 都不要碰 一旦你碰了 就會得到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 你從他們的官方的 所謂的防疫宣導 就知道說 民眾真的像他們說的 零確診三個字嗎 恐怕藏有很大的內幕 他們自己不敢對世人澄清 北韓的疫情讓人家看不清 可是像敏寬大家急著 想要看清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中現在到底在想什麼 包括日本 日本最新已經透過 確定了22億的美金 要當他們企業搬走 不一定要搬回日本 搬到其他國家都好 就是我們常講的 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籠子裡面 沒想到日本這樣宣布之後 美國他也說好 雖然他還沒有匡列一個金額 但是他告訴大家 反正我們的精神 就是要達到搬家費 百分之百政府幫你出 所以這個企業真的會跟著 照著走政府的政策來跟著走嗎 他全球的部署 以及中國的影響力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是因為新冠肺炎 我們從最簡單的 從抗生素 口罩 手套 一直到呼吸器 這個算一線的 一直到二線的 例如說像汽車的一個零件 例如說像很多那些 最簡單的 現在美國很多的車子要修 都沒辦法修 為什麼 零件都在武漢做 武漢他們之前沒開工 根本運不出來 那現在武漢好了 美國開始瘋了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是庫德洛 美國白宮的經濟顧問 他就說 我們美國實在是 過度的依賴中國大陸了 所以他建議美國的一個政府 幫什麼 幫美國的企業支付 包括廠房 設備 裝修等等 但是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移工廠是一件大事 移工廠是一件大事 那你移完之後 能不能夠做 我們台灣最厲害的公司叫鴻海 鴻海超級有移工廠的經驗 過去移到巴西 這兩年移到印尼 真的是吃苦連天 移工廠是非常大的事 我們再看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他們說 他們要花22億的美金 折合台幣672億 幫助中國大陸的日本製造商 撤出大陸 或者是轉移到吉他的國家 他們說到做到 他們說我們單單日本在國外的投資 7萬間 可是其中50% 3萬5000間都在中國大陸 那這次中國大陸 他們在一月份過來 封審封城的一個過程當中 很多公司包括了本田 包括了TOYOTA都有停工 甚至於韓國的現代 一次停工 停工多久 停工一個禮拜 然後JAGUA汽車在英國 他們用什麼 用hand carry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人不能夠移動 貨物不能夠移動 他們派人直接用手拿 把零件搬回去 所以他們說包括了電池 電腦 汽車這些都可以 那他下面說到做到 他們說他們要加大 對於泰國的一個投資 那現在變成什麼 TOYOTA HONDA這些大廠 通通要加大 對於整個泰國的一個投資 他們要來風扇風險 美國企業這次也是 美國川普這次 他們在坦路到所謂的國防生產法 的過程當中 單單為了一個N95的口罩 各位要去想一點 美國現在好多的醫療人員 用的口罩是不合格的 很多的醫療人員口罩一次用 用好幾天 他們的防護衣不夠 自己用三個塑膠袋 撿撿撿在那邊踩 那為什麼 因為最大的一個重點是 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一個產品 是由中國大陸來製造的 中國大陸有太多 小型工廠的一個網絡 他可以彼此之間來做整個聯絡 甚至於精密到什麼地步 他們可以從火車 公路 港口 把產品運往全世界 甚至於現在最誇張的 義大利為什麼這次商這麼重 義大利就是因為很多溫州人 他去那邊上班 我們以為世界名品 義大利做的 結果感覺是made in義大利 但是人是誰 溫州人做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 企業都要搬離大陸 到底能不能搬是一回事 現在大家 一心老師我們很好奇 企業界會不會跟著響應 是大家要持續觀察 更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現在 如果真的 每日的企業都逃出的話 它的影響力 它的重要性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從要有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日本跟中國大陸 本來近年習近平會訪問日本 現在日本好像不太在乎 習近平的訪問 就決定要斥支22億美元 來協助他的企業從中國大陸撤出 不管撤到哪裡 印度也好 泰國也好 東亞其他國家也好 那麼這裡面顯示出 日本是配合美國的 由於日本這次打先鋒 美國反而是後來跟進 說我也要做同樣考慮 但是美國沒有講出明確的 補助的數字 但是表示它會全核補助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有點有意 讓美國 日本跟中國脫鉤 這是第一步 脫鉤的第一步 那麼脫鉤的第一步 目的在何在 就是把中國大陸世界工廠地位 讓它動搖 世界工廠地位動搖 加上大陸人均收入減少 那麼中國大陸 作為世界市場的地位也會動搖 中國大陸就要繼續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它的實力就受到嚴重的削弱 那麼這個是美國跟日本的一個 我想共同的一個想法 那麼另外一個 就是也可以當作一個籌碼來看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跟美國談 要準備談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第一階段裡面已經談到初步了 就是將來如何讓美國企業 也分享到跟中國大陸得到國家的補助 像國營企業一樣得到國家的補助 美國企業現在進入大陸 可能都還在談判 那麼將來要如何得到政府的補助 這也是一個籌碼 籌碼的話 中國大陸除非是準備要提出 很正面的一個做法 才能夠吸引美國的公司 不再繼續撤離大陸 當然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政府有政府的考量 他們想法不盡然相同 這顯示出美國 日本 確實有這個想法 但是說這個企業的逃出 還有待後續的觀察 大家最近也發現一件事情 大陸的火箭發射居然是失敗 爆炸 所以有人聯想到是不是因為 美中大戰當中 美國禁止他們的金援出口 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大陸最近的軍事意外接二連三 是在我們先看到它的火箭發射 在一個月之內 先後兩次發生了意外爆炸 最新的 他們極力的在發展的兩棲攻擊艦 居然也起火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在4月11號發生的 中國大陸自製的第一艘 075型兩棲攻擊艦 這一艘攻擊艦 被國外的軍事專家視為 就是為台海作戰準備 它是世界第三大的攻擊登陸艦 可以說算是中型航母 可以停30架的直升機 你看燒的煙霧 直中雲霄 它這個燒起來之後 它後面的艦尾的部分 跟它的機庫都已經起火了 當然這一起意外 造成大家都對 中國大陸軍事科技 是不是抱持著 受到了什麼阻礙呢 無獨有偶 你時間往前推 你看到這個4月9號 在四川的這個 西艙的衛星發射中心 長征三號火箭 載著這個印尼衛星 升空不到50秒就爆炸了 而且被很多大陸四川 當地的民眾給拍下來 還在那邊說 我們來撿這個殘骸 來撿這個垃圾 讓大家聽起來 這個有點諷刺 長征這個三號火箭 過去67次的發射的歷史當中 只有三次失敗 分別是2009 2015跟2017 沒想到這一次又發生這個失敗 很多人就想說是不是晶片有問題 好 講到晶片 時間再往前推 也是今年大概是在3月16號 你可以看這兩個發射的衛星 這個火箭都爆炸 那這一個 它是3月16號發射的 是長征7號 它也是在海南的 這個文昌發射基地的時候 發射任務告失敗告中 結果大家都講到說 這個火箭發射失敗 都跟這個衛星 它火箭的晶片有關 它的晶片為什麼這麼重要 你可以從一件事情看得出來 就是說在2003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大陸的上海交通大學 微電子學院的院長 陳欣曾經跟大家說 我宣佈發明的這個 漢星銀號的晶片 晶片就是晶片 結果後來沒想到三年後 就被國外媒體踢爆說 原來它是跟摩托羅拉的公司 買過來 然後把它上面的晶片 那個人家的Mark塗掉 叫這個工人把它塗掉 然後再印上他們的字樣 然後騙取了上億元的科研經費 跟數十個合作的這個項目 可見他們非常缺晶片 尤其是在現在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這個晶片 有可能幾乎都是仰賴國外的 這個製造進口 他們製製的這個國內的量 大概只有16% 甚至說只有8%在中國大陸裡面生產 那40% 這是他們2020年希望達到的目標 他們不是提到一個中國製造2025嗎 就是需要能夠把晶片的製造的量 衝到70%以上 可是現在偏偏污漏偏縫烈雨 碰上了這個中美經貿大戰 美國就是偏偏管制你晶片的出口 尤其是晶片的相關的材料 跟這個原件 晶片對於這個火箭也好 衛星也罷 或者是高科技軍事的這個方面的設備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其中一個關鍵的這個技術 如果缺少這些東西的話 它是不是軍事發展和科技的限制 就掐在這個美國的咽喉上 尤其你看最近一個事情 就在今年1月16號 華府再次要求說台積電 它必須在美國生產軍用的晶片 台積電它有其實生產的幾個晶片 提供給像華為 高通 英特爾 還有這個賽林斯他們合作 其中像賽林斯這幾個廠商 他們提供了這個晶片的零組件來源 就是美軍最高科技階段的 F-35戰鬥機使用 而這個軍用級晶片 換句話說就是台積電在生產 台積電在中國大陸有20%的營收 但是在美國也有60% 現在美國政府說台積電 你把這個廠設在我這邊 我要把軍用級晶片控制在我這邊 那是不是言下之意 川普政府就是不讓這個 台積電的高科技的軍用級晶片 流到中國大陸去掌握了這個技術 導致中國大陸現在在科技研發的 這個技術上屢裡發生一些意外 所以現在失火其實不只是軍事 包括這個中國的對外關係 尤其是它跟原本非常友好的 非洲的國家的關係 現在變得非常非常的緊張 朱大夫請教一下 這個事情的源頭當然是來自一個護士 護士還特別拍了影片 他哭訴說他原本是要幫 這個非醫的確診的人 是確診的人 要來幫他做這個抽血的一個工作 但是沒有想到對方居然咬他 還打他 所以他拍了這個影片 哭訴這個過程 沒想到這只是一個開端 因為實際上這一波在廣州 發生的非醫的歧視事件 其實不只一樁 你說這個是攻擊中方的醫護對不對 但實際上非醫人也有話說 他說我們都付了錢了 結果我的房東不准我住 把他們趕道接上去 甚至我明明做過核酸檢測了 結果路邊的警察看到我 說不好意思 我們有收到公文通知 非醫的要加強檢測 所以事情越鬧越大 鬧到現在你看到 這個畫面上這張照片 是奈吉利亞的議長召見中國 駐奈吉利亞公使 對 他坐在那邊翹著腳 看起來了不得的樣子 然後奈吉利亞媒體 中方把它翻作尼日利亞 你上網去查就知道說 所以這個是議長 這個他邀的是他們的 中國的大使 中方的駐奈吉利亞公使 結果他是要跟他道歉嗎 照片一發出來 當地媒體就說 你看到沒有中方的公使 跟我方議長道歉 真是大快人心 但等等 公使馬上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因為這消息傳回國外 回到中國的時候不得了 外交部很生氣 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喪權辱國 我沒有同意你這樣做 結果揭曉了 你仔細把這照片再看一下 桌上是不是有放一個手機 手機是放影片 就說他們當地的人說 我的非裔我奈吉利亞的人 在當地被驅趕 然後不能夠進麥當勞 所以來公使請你看這個影片 然後公使說 我為了保持所謂的社交距離 所以我只好在1.5公尺外 那我身為一個堂堂公使 又不能蹲在地上 看那個手機 他也不敢去碰那個手機 我只敢彎著腰看 結果就被斷章取義 所以這個事情又演變成外交衝突 但這個外交衝突還沒有簡單解決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當地的廣州地方的麥當勞 已經確定他們的店員就說 我拿到一張公文 這個非裔人士不准進入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非裔人士住在廣州 很多都是買衣服要賣回非洲去 所以他們住的社區是很密集的 所以被當地的警方 跟當地的醫護人員針對 就是走在路上 你看到沒有 大軍出動就是沿街 我們不要說搜捕 而是看到黑人就檢查 那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想想看非裔人會不會覺得 你就歧視我 為什麼其他人都沒有問題 結果你看到我就檢查 所以他們自己也拍了影片 上網抗議說 你看 那我們只是 我們根本沒有確診 結果你來的人大張旗鼓 全部穿著整齊防護服裝 然後要檢查我 那你這個有沒有歧視 這有歧視 這比這個人家說什麼 在網路上霸凌 還要來的歧視嚴重的多了 強制我 抓著我 然後逼我一定要接受核酸檢測 因為核酸檢測市值要深得很深 所以其實很不舒服 中非的衝突恐怕是一時難了 沒想到現在全世界在印度 有更奇怪的狀況 他們在當地有很多的猴子 居然暴斃了 而且他們的症狀 居然跟星光肺炎的症狀 非常的相似 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印度的猴子集體暴斃 沒想到他們居然出現了肺炎的症狀 印度現在正在做一個全人類 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隔離 13億人隔離 4月14號本來要解封 解封的過程當中發現停不了 繼續延封 然後現在整個印度裡面亂成一團 結果亂成一團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發現這個COVID-19 新冠病毒真的是太詭異了 他之前有傳染到小狗的一個身上 之前也有傳染到老虎的一個身上 結果我們就發現印度的猴群 居然出現了群體的一個死亡 在印度桑巴爾地區 他們就發現有一個地方叫萬薩村 這個萬薩村當中 整整兩天當中 有14隻猴子的一個屍體 而這14隻猴子的屍體 都有共同的一個症狀就是 他們都有肺部的一個腫脹 他們也有發高燒 這一聽真的整個人都 開始覺得有點發毛了 為什麼 如果人有感染 是不是人去摸了什麼鄉家 或者是跟這些什麼猴子 都住在一起 讓他們產生了一個 新冠病毒的一個現象 目前印度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是沒有飯吃的 想不到現在連猴子 都已經出現了離奇的一個死亡 這是在整個危機的一個部分 但其實也有重生的一個部分 最近好多的一個地方 他們都發現說 衛星照片去拍地球 地球變得好乾淨 為什麼好乾淨 過去地球每一天要燒多少 要燒一億桶的原油 現在一天燒多少 七千七百八十萬桶 過去有很多的一個地方 例如說像菲律賓的巴拉旺 一定很多人去過 為什麼 巴拉旺的海好藍 好漂亮 好多人都去那邊浮潛 可是現在這個看起來好痛 對 現在在那邊浮潛的一個 過程當中的話 根本發現 現在觀光客都沒有去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經過了 很好很好的一個休養生息 結果休養生息的過程當中 根本發現 巴拉旺這個海變成番茄海了 那個番茄不是真的番茄 那個番茄是什麼 那個番茄原來是大量的 粉紅色的一個水母 過去粉紅色水母有沒有 有一隻兩隻 遊客看到好高興 遠遠的就去拍就去來看 可是現在 現在因為遊客沒有了 巴拉旺那個地方 所有的人都在做休息當中 都在做隔離當中 所以水母他們就飄啊飄啊 飄啊都飄上來 所以景色就宛如是 一大片的一個番茄海 所以這一波新冠病毒 很多人都弄不懂 他到底